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娱乐新播报,如今陈慧敏已是一位古兮之年的老人家,慈眉善目,给人感觉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爷,但毕竟陈慧敏曾经混过黑道,在七十年代初,连获两届香港自由搏击冠军,被人誉为与李小龙其名的人物,虽然陈慧敏演过不少电影,带令他名声大噪的一件事, 应该是当年被深圳警方带走的新闻,那么年轻时的陈慧敏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?陈慧敏于日本山口,租16年前,香港有一家新媒体,不知为何想找陈慧敏做专访,然而陈慧敏二话不说,就答应接受访问,记者与见面时,陈慧敏递过一张卡片,记者一看愣了几秒,陈慧敏见状笑说,没什么了, 原来这是一张山口组的卡片,接下来,陈慧敏就说起年轻时习武经历,他强调学好中国功夫,在学习洋拳击会更厉害,众所周知,陈慧敏曾经做过狱警,后来被查出黑社会背景被开除, 但陈慧敏透露了真正原因,是殴打上司被开除的,他承认年轻时脾气火爆,又是习武之中,一言不合就动手,二三十岁时,是陈慧敏体能的巅峰状态,像所有雄性动物一样,好斗,陈慧敏因身手了得,年轻时不但在夜总会看场子,还帮其他老板追债, 当年在夜总会里,有一个体重大约两百斤的养鬼子发酒疯闹事,好几个小弟都制服不了他,最后陈慧敏出马,一掌砍在养鬼子的脖子上,对,方直接晕倒,说道帮人追债,当时陈慧敏年轻气盛,脾气很坏,喜欢打人是出了名的,因此,那些欠债的人知道陈慧敏要来,结果宁愿从二楼跳下去逃走, 也不愿和陈慧敏见面,进入电影圈之后,陈慧敏秉性难移,他自认当年在电影圈里是最凶最窜的,和人打架也是家常便饭,曾经有一个号称金边西王的泰拳运动员,他说中国功夫打不赢泰拳,结果陈慧敏三拳打于对方,当记者问及陈慧敏能否打得过李小龙时,陈慧敏沉默十秒后回答, 打不过,事实上,那个年代许多协武之人,包括拳击,空手道或者UFC的舞者们,都认为,李小龙是专业人士,但自从李小龙去世后,再也无人愿意承认比李小龙更厉害,迄今为止,只有成龙大哥敢说,那就让李小龙赢吧。